主人好,我是女婆害羞妻 今天会替主人开箱腰舞猫耳机 雷姆特别定制狂 那么现在来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吧 主人好,我是女婆害羞妻 今天会替主人开箱腰舞猫耳机 雷姆特别定制狂 那么现在来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吧 哇,这个粒绘好好看啊 这里还有雷姆的白鸽元素 它应该是这样打开的吧 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手提箱 好适合小女婆出街呀 就算是雷姆拿着也毫无违和感 接下来让我替主人打开这个手提包吧 天哪,这里面还有音乐 竟然是雷姆的告白插曲微型 好啦,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款耳机 哇,它好漂亮好别致 让我替主人试戴一下吧 主人,你看,我好看吗? 接下来和我一起学习耳机的使用方法吧 先开机,长按开关机键5秒 1,1,0 主人,主人 如果听到雷姆这句经典台词 就代表开机成功咯 打开手机蓝牙 当这个提示灯红蓝闪烁时 并进入匹配状态 看,15RING的设备就跳出来了 点击它就好了 对了,主人忘了告诉你 第一次连接之后 下一次只需要开机 就会自动连接啦 还有哦,主人 你记得扫描这个二维码 下载15APP 进入雷姆和你的异视界 体验雷姆专属的定制功能 据说很有趣哦 打开15APP 开始自动搜索蓝牙设备 够了,够了 你看,连接成功啦 这个雷姆专属APP 可以调节音乐效果 灯光颜色 还有灯光模式 耳机默认有十种灯光颜色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雷姆的不同性 主人,你也可以自定义灯光颜色哦 来跟我一起试试看吧 点开调色盘 我喜欢这个颜色 我给这个颜色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够了,那就叫它傲娇吧 看,匿名成功 那主人耳机里就有11种颜色啦 主人,每一尾耳机还拥有专属的 定制的录音功能 我们把它叫做回零空间哦 今天给主人做了一个金江云三明治 主人说不喜欢那个味道 难过 取名一个难过的一天吧 定位 我现在在罗兹王二的载底 好了,保存 嗯,我一定要记住主人不喜欢这个味道 拼 我在,主人 准备晚餐是吗 您不想吃上回的三明治 好的,主人 给您准备苹果派 嗯,再见 好了,我得快点录完了 主人要回来了 还有什么呀 哦,一个信封 这是一个说明书 这是一个type-C 这是一个音频线 这个音频线也太酷了吧 好像雷姆的流星锤 我可以用它保护主人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我要去给主人准备晚餐啦 主人主人 谢谢大家 坐下 吃起来